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道不一样的腊肠老婆脚 跟我来 把它切开 简单的给它清洗一下 下一步倒入锅中去粘液 提前把水烧开 煮上三分钟 这白白的是它的蛋白质 粘液已经出来了 捞出来 超过热水的老婆脚捞出来 再打入凉水 咱们用这个钢瓷球 这样的 围着它 转一回 第一次清洗出来这么多粘液 反复的第二次用钢瓷球 这样给它转圈圈 这第三次清洗过的 已经非常干净了 几乎没啥粘液了 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包炒了 葱姜蒜炒香 放入麻辣海煎料包 炒出红油 放入清洗干净老婆脚 放入生抽 加一点香醋 再加一点料酒 加入啤酒 哎呀妈 掉几遍了 中火烧五六分钟 加入青红辣椒 大火收汁 出锅了 好 好